今天下午的社會焦點要直擊 街頭發生了警匪大戰 在苗栗二十七號上午的時候 一起警匪槍擊事件 警方在休息站附近 是埋伏這名通氣犯 嫌犯發現之後 企圖開車衝撞逃逸 員警連續開了七槍 擋住嫌犯逃離 但是嫌犯最後腹部重彈 送醫之後傷勢穩定 是沒有生命危險 男子發動汽車企圖衝撞 警方逃逸 員警拔出配槍 連開七槍 總算擋住嫌犯逃離 但是嫌犯右腹部也中彈 救救護車到場 醫護人員趕緊將49歲的 蘇姓嫌犯抬上救護車 送往醫院治療 被槍擊 然後坐在駕駛座上這樣 這樣看起來 他狀況還好嗎 還清醒嗎 事情發生在27號早上 警方在三億車廷休息站埋伏 要逮捕通緝犯 蘇姓男子 官指揮偵辦 我們會全力配合 檢方的調查 蘇姓嫌犯經過急救後 目前傷勢穩定 沒有生命危險 而現場拉起了封鎖線 援警持續進行搜索 街頭經費大戰真實上演 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記者彭光旭 苗栗報導 polished音樂 最高的任性 詞